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复古 拿出线先打一个活节 这个不算帧数,继续勾13个锁帧 13个锁帧勾好了 到2挑里山往回勾 一个短帧 一个中长帧 中间部加部剪勾8个长帧 8个长帧勾完了 继续勾一个中长帧 最后一个帧目内勾三个短帧 下一个帧目勾一个中长帧 中间继续部加部剪勾8个长帧 8个长帧勾完了 继续勾一个中长帧 最后一个帧目勾一个短帧加帧 也就是两个短帧 这样第一圈就勾完了 和第一帧进行引拔 起立一帧开始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短帧加帧 中间部加部剪勾10个短帧 10个短帧勾完了 继续勾三次短帧加帧 勾完加帧部分 继续部加部剪勾10个短帧 10个短帧勾勾完了 最后两个帧目勾两次短帧加帧 在最后一个短帧未完成时 换线下一圈开始勾花边部分 换线和第一帧进行引拔 在同一帧目内勾一个中长帧 一个长帧 下一个帧目内勾一个长帧 一个中长帧 一个锁帧 下一帧 下一帧印拔 继续在下一个帧目内勾一个中长帧 一个长帧 下一个长帧 下一帧目内勾一个中长帧 一个锁帧 下一帧印拔 就这样三个帧目为一个循环 重复勾知 直到结束 最后直接在第一帧上引拔结束 断线即可 把线头藏到枝片背面 这样花边部分就完成了 在第二圈的随意针目入针 勾一圈引拔针 引拔完最后一帧断线 和第一帧进行无痕印拔 把线头藏到枝片背面 这样引拔就完成了 在底片上缝上线条装饰 准备好配件 用胶枪组装到一起发夹就完成了 在底片上缩组装饰